大家好,我是PotatoFone 大家好,我是PotatoFo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开始之前还没订阅的朋友 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哟 为什么我今天那么突然讲日语呢? 因为今天是日语特集 如果有看我录过影片的朋友 都知道我喜欢日语风格 其实除了日语风格 我也对日本文化还有日语很有兴趣 所以在这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日语小知识 在开始之前 我在这集所分享的知识呢 是我平时上日语课 还有从网络上学习日本文化中所学到的知识 如果你认为我所分享的知识有偏差的话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哟 第一,打招呼只会说konnichiwa 等到日语大家都知道konnichiwa指的是你好 konnichiwa 但是你知道konnichiwa还有分实战的吗? 而且除了这一句到底还有什么问候语呢? 首先,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问候语 就像中文有早安、午安、晚安等等 日语也是有类似的 日语的早安是ohayou ohayou 如果对方是家人、朋友 或者是关系亲密的人 你就可以用ohayou 但是假如对方是你的上司、长辈、老师、客人等等 你就可以用静语的ohayou gozaimasu ohayou gozaimasu 向对方问好 ohayou gozaima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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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晚安 词的是敬语哦 第二 再见都讲sayonara 说到日语的再见 你是不是认为讲sayonara肯定是对的 对哦 答案是no no no 其实日本人很少讲sayonara sayonara的意思是 珍重再见 如果你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见到一个人 或者是不再见到一个人 你才会说sayonara sayonara 例如女朋友分手的时候就会说sayonara 还有就是放学后就会向老师说sayonara 那平时的再见是怎样说呢 通常日本人会说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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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的英文一样 bye bye 还有就是mata ne mata ne 下次再约 mata ne mata na jaa mata oh jenki de oh jenki de do ba o zon jaa ne jaa ne 先这样啦 jaa ne hai jaa 在日本的职场 如果你是先下班的话呢 你就会对你的同事说 o saki ni shizure shimasu o saki ni shizure shimasu 意思指的是 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然后如果你的同事还在加班的话 他就会对你说 o tsukare sama deshita o tsukare sama deshita 意思指的是 辛苦了 还有 如果下属正要下班的话 上司就会对下属说 okuro sama deshita okuro sama deshita 意思指的是 辛苦了 第三 不是对谁都能说arigato arigato意思指的是 谢谢 如果对方是你的同辈 朋友 或者关系亲密的人 你就可以说arigato ariga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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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ikusuko 但是如果对方是你的专辈 上司或者老师的话 就请用禁语的arigatou gozaimasu arigatou gozaimasu arigatou gozaimasu arigato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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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蛤 在马来西亚 通常你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 或者你听不懂别人说的意思 你就会说蛤 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说的蛤 并没有带有任何的不尊重的意思 但是 在日本 如果你说蛤 通常是呛声别人的时候用 而且语气中会带有强烈的不满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应该用 嗯 嗯 来表达你的疑惑 或者是不理解 第五 すみません和ごめんなさい的不同用法 すみません和ごめんなさい都是指对不起 抱歉的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やっぱり大丈夫です お客様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在日语里面 通常会对长辈说 すみません 因为比较有礼貌 惜 すみません 还有 不小心撞到人时 你也可以说すみません 另外 如果路上很急 你要借过的话也可以说 すみません 另外 ごめんなさい是对家人 朋友 或者关系亲密的人使用 好 以上就是我想跟你分享的热语小知识 如果你也有想跟我们一起交流的热语知识 欢迎留言下方 还有 不要忘记按赞我的视频 现在就按赞咯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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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